出了车祸 保险如何理赔好降低自己的损失呢 今天林大卫保险团队为您解析 开车呢就需要买汽车保险 但是我们想到那么多的车在马路上 如果发生车祸的时候 保险公司会陪自己吗 会陪自己开车的人以及里面的乘客吗 这个尤其是医疗保险的方便 那我们做一些解释 发生车祸的时候 如果是对方错的话 当然对方的保险公司会马上理赔你自己的汽车修理 包括你自己的驾驶受伤 还有你自己乘客的所有的医疗费用 当然也包括了救护车了 可是一般来说 如果是自己的错 这个时候一般来说 保险公司不会理赔自己的 驾驶的人体受伤 还有自己的乘客的受伤 可是如果你加了一项 这个optional的保障 这个叫medical payment的话 保险公司就会做出一些理赔了 我们都知道在加州呢 如果你发生车祸的时候 常常会被强迫做一些救护车 到医院去做一些检查 如果是人体受伤的话 但是如果你买了这个medical payment的话 不论是你自己的错还是对方的错 你的保险公司都会理赔 那一般来说medical payment平均是可以给付 每一个人五千块到五万块钱的左右 那我们很多这个加州居民就想到 我已经有很好的健康保险了 我需不需要加这个medical payment呢 答案是yes 因为自从Obamacare的健康保险过来 保费年龄上涨 所以许多的健康保险呢 都多半有一个很高的几千块的一个支付额 万一你住院动手术开刀的话 你要付这些几千块 可是万一你出了车祸的时候 你有这个medical payment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medical payment来支付 这个所有的支付额 就是所谓的deductible了 那我们在这里特别要提醒一些民众 他常常在外开车 喜欢带一些朋友去旅游 或者是做喜欢有这个car pool的习惯 或者是有这个尤其是房地产经济 你更要注意这种这个所谓的medical payment 因为我们常常从国外来的你的客户 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加州的健康保险 万一发生了一些不快的事件 发生一些小车祸 被送到医院去做一些检查 救护车用了几千块的时候 你如果有这个medical payment的时候 很顺利的把这些payment付清的话 你的客人也许觉得 你这个房地产经济是非常周到了 也许就给你买一个豪宅了 我可以买一个小车祸的 是从搭桥核点基本上 我可以买一个小车祸后